我们接下来要介绍DNA复制的相关研究 先介绍这个经典实验是由麦瑟森和史塔尔两位科学家做的 这个实验的原理是透过氮15这个同位数来做标定 一般的氮是氮14 它用的是氮15 那氮15呢它是个同位数它比较重 但氮15 氮15没有放射性 这个实验并不是透过放射性的侦测来做实验 它是利用氮15比氮14还要重 密度上是不同的 利用它的质量上的差别来做分离 做分析的 他们透过这样的研究证明了 DNA的复制过程其实是半保留复制 好他们到底怎么做的呢 我从这页来讲好了 用我自己画的图来说明 首先他们用的实验材料是细菌 因为细菌每20分钟可以分裂一次 所以分裂速度比较快 比较很快可以得到实验结果 好那我们知道细菌它的DNA 常常是环状的 可是我们等一下为了要表达DNA的样子 我们几乎都会用两个等于来代表DNA 双骨嘛 所以等一下我的DNA全部画成双骨 但事实上真正细菌的DNA 大多是双骨但环状 所以我这边特别强调一次 我下面的表示方式只是示意图 真正的细菌DNA应该是环状的 好那我们就画成 这样两个平行线当作细菌的DNA 好首先一开始时间这么做 我把这些细菌养在培养基 里面有核甘酸的培养基当中 其中这个核甘酸呢是人造的 里面的氮食物是 它的氮是带着氮食物 所以这只细菌 它在生长分裂的过程当中 所新形成的核甘酸 所新形成的核酸 就带着氮食物 而氮食物在这个途中用红色的纸 红色的线段来表达 所以我养了好多代之后 是不是这些细菌 它的DNA都是两骨都带着氮食物 好所以画成红红的 然后这些细菌呢 我就可以拿到 我得到了这些 两骨都含氮食物的DNA的细菌 接下来呢 把这个细菌移植到正常的培养基 这个培养基中的核甘酸 带着氮是氮食物 就是正常的 这时候呢 就放到这个新额培养基 让它长 好过程中呢 这叫氢氮 一开始放进来要氢氮 好接下来复制一次 一支分裂这两支 这是第一代 两支分裂成四支 这是第二代 四支分裂成八支 这是第三代 而麦瑟森史塔尔 就各自从氢带 F1 F2 F3 各抽出一些细菌 把它弄破 把它的DNA拿出来 放进了蔗糖溶液 这个溶液是蔗糖溶液 然后放到蔗糖溶液当中呢 去让它放进 那个高速离心机 让它离心 那离心会形成一个 所谓的离心力 离心力会成一个力量 往下压 那离心完之后 会出现一种 一个梯度 叫做密度梯度 越靠底层的 密度越大 这叫做密度梯度 因为在蔗糖溶液当中的 蔗糖分子 它也会被 那个离心力所推动 所以越下面的蔗糖溶液 越浓 密度越高 越上面的蔗糖溶液 密度越低 所以同样的密度的分子 就停留在同样的位置 同样的密度分子 就停留在同样的位置 所以密度越大着 就会越低 密度越轻着 就会越高 这是离心的原理 好 接下来呢 这个耐水车史塔尔 分别从清代 F1 F2 F3 把细菌拿出来 弄破 把DNA拿出来 做高速离心 结果它得到一个结果 清代 它的实验结果 这些DNA DNA是无色的 所以它在离心后 还要加染剂 让DNA染上颜色 好 这些DNA呢 停留在 这边的地方 好低哦 代表这时候的DNA 密度很大 比较重 好 到了F1呢 哎呦 不是在这对底层哦 它往上飘了 F1的DNA 却跑到中间这一层 哎呦 密度开始减少了 好 F2呢 不但中间这一层有 也出现了 比较轻的这一层 上层跟中层都有了 好 到了F3呢 一样是中层跟上层 但中层的量变多了 好 那麦史斯塔尔研究 看到什么现象 我们DNA做离心 DNA的离心后 它所停留的位置 只有三个位置 上 中 下 上代表密度很小 中代表密度次之 下代表密度高 而其中 清淡F1 F2 F3 它的实验结果如像 他们透过这样的实验结果 推论DNA的复制过程 属于半保留复制 怎么推论的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推论过程 这是自备方法 跟实验方 实验的过程 好 当年的Kurray家 对于DNA的复制 有三个假说 第一个假说 叫做 全保留复制 指的是 这个红色是旧骨 红色弹淡石骨是旧骨 这个黑色是新骨 当我复制完之后 我两骨都是旧的 也就是两骨都保留旧骨 全部都是旧 那另外一个新的DNA 两骨都是新 所以两骨都会旧 全部保留下来 两骨都是新 全部保留成新的 这叫全保留复制 好 那随着复制 这样的理论 这样的假说 这是F5 这是F2 这是F3 黑色代表新骨 红色代表旧骨 如果是这样的实验 如果是这样的复制方式 我们的清代离心 它会最重 然后F1呢 会有最重跟最轻 然后F2呢 一样有最重 然后有比较多的最轻 然后 接下来最轻的越越多 而这个最重的呢 在这里 好 如果是这样的实验结果 它的中间这一层 中间这一层 中间这一层 永远不会出现DNA 可是你看我们的实验结果 最底 中间 中跟上 这样的实验结果 是不是跟这个不合 所以全保留复制 就不是真的了 全保留复制就被推翻了 好了 第一个理论 不是真的 第二种假说呢 是当时科学家想象 复制的过程 有可能是半保留咯 这两股都是旧的 好 复制的时候 维持一股旧 维持一股新 维持一股新 维持一股旧 好 后面的复制也算 一股旧一股新 不断分裂下来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的清代应该是 两股都是旧的 但十五 会最重 然后F1呢 一股旧一股新 那就是 不是都全旧 也不是都全新 它的质量 它的密度 应该介于最重跟最新的 中间 好 那到F2呢 这一样是介于中间 那这两个呢 两股都是但十四 但十四 很轻啊 所以比较轻 然后接下来 这个很轻的 会越来越多 好 这样的实验结果符合吗 你看到没有 match了 所以我们的 他们的实验结果 支持半保留复制 应该是对的 因为实验结果 看到的是 这样子的分布 好 另外第三个假说 更特殊 叫分散性复制 谁说我一定要 一股都旧 一股都新 有没有可能是 两股都旧之后 我复制之后 我的新骨 穿插在旧骨里面 这个图当中 黑色的线 旧是新骨 而红色的线是旧骨 那随着复制越来越多 我里面的旧骨 它的那个比例 会越来越响 你看这红色的部分 越来越稀薄了 这叫做分散性复制 就是部分片段是旧骨 这个部分片段的旧骨 会不断的被吸制到 各个DNA当中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清代最重 可是到了F1呢 他们隔一半一半嘛 所以密度介于中间 那随着F2 F3 F4 F5 F6 它的密度会逐渐慢慢 从中间密度 开始往上飘 所以会从中间这条线 慢慢往上飘 慢慢往上飘 会出现一种 慢慢转移的现象 可是我们的实验结果 却发现 药尾就最低 药尾就中间 药尾就最高 药尾就是中间加最高 中间跟最高之间 是不会出现DNA的 并没有交界带 可是如果是全保留复制的话 它就会出现交界带 所以这证明是不对的 所以经由这三个假说 跟我们真正做实验的结果 半保留复制 被认为是DNA复制的方式 而全保留跟分散性复制 就被推翻了 好 那个麦舍生史塔尔 就是透过 淡15的标定 透过高速离星 跟不同代的高速离星结果 推论出DNA的复制 属于半保留复制 以上是麦舍生跟史塔尔的经典研究